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一讲忠诚 我感到我们这个社会特别的缺乏真诚 也特别的缺乏忠诚 我们到处都充斥着水货 到处都是假产品 主要就是我们为人不争 所以我们的货也不可能争了 那么古代人为要怎样的自立国家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四书五经 四书中间就是大学 中荣 能语 梦子 你把大学一翻开 他就讲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就是产明道德 在子日至上 把你的道德水平提高到最高的境界 他说 欲自其国者 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成其意 欲成其意者 先自其之 自知再格无 因为很多人不是都古代文化的 把这句句话翻译成白话 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想治理好国家 你首先就要整顿好你的家庭 你要想整顿好你的家庭 你首先就必须要提高你自身的修养道德水平 修养和品德 你要想提高你自身的修养品德 你首先必须单正你自己的思想 你要想单正你自己的思想 首先你就要使你的意念非常的诚实 你要想你的意念非常诚实 首先你就要获得一定的知识 你要想获得一定的知识 你就要懂得事物的道理 我和大家讲 这句句话可以说是放置四海而接证 我一句句句的说一下 他说一个人你要想治理好国家 比方说你要把那个科技治理好 你要想搞定你这个科 你首先就要搞定你的老婆或者老公 如果你老婆跟老公就搞不定 你还想把国家搞定 他说没有这个事情 他说没有这个事情 你要想搞定你那个单位 首先就必须搞定你的家庭 你就必须把你的孩子管说好 那怎样把你的太太管说好 把你老公管说好 把你孩子管说好呢 首先就要把你自己管说好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你自己就没管好 你怎么能够 现在大家说男人一有钱就变坏 女人一变坏就有钱 这点是千真万确 但我觉得首先是男人变坏了 然后再把女人搞坏了 从生理上讲 首先是男人爱女人 因为男人容易心 容易冲动 对吧 如果要说我作为一个男性说我不喜欢女人 那肯定是假的 知道吧 不是说喜欢 古人说好色之心不可无 贪色之心不可有 我觉得千真万确 一个男人要两个漂亮的姑娘 漂亮的少妇都不爱 他这辈子大概也差不多了 大姐说对不对 不是说爱了就要占有 对不对 你要想控制自己有两种情况 一 男的也好 你们的也好 第一 要有强大的外部力量来制约你 你在家里也想自由你 我们中国古代说 娶恶妻者有福 听懂了没有 如果你找了个很恶的老婆 你这辈子就有福了 因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你知道吗 你找个很恶的老婆 你找个很恶的老婆 你有得怕 有得怕以后你就有得畏惧 有得畏惧你就不干小兰 即使小兰也有个边界 就是叫自恒 第二 你有高度的道德自觉 这不仅在中国是这样 在西方也是这样 西方有个伟大的哲学家 叫苏格拉底 大家知道这个人吧 苏格拉底的老婆有丑 有 我都没办法 她有时出门 她老不洗衣服 又是苏格拉底 天天想那些鬼深奥的问题 她不做家务 她老婆气死了 她一出门 她把洗的那个衣服的脏水 从头上一淋淋的大一头 她没有跟老婆撒架 她说今天太阳这么好 怎么下雨呢 你说这个人脾气好不好 人家说苏格拉底 你这么有成就 你怎么找这么个有恶的有丑的老婆呢 大家说 你知道她怎么说 她说 我就专门找这个又恶又丑的老婆 来淡量哲学家的品格 一个外部自衡 一个是道德自觉 通过学习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没有一点私心 这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大家都知道 你们很多人到过美国 美国大体上的道德水平 就是每个公民的道德水平 我不说在国家 用我们的意识形态地讲 他的国家肯定坏错了点 对吧 但是就一般的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个人的平均的道德水平 肯定高了我们中国 这不存在问题 每个人 你跟每个人一起聊天 你觉得她是个啥都没办法 她是个啥大哥 她是个笨蛋 她说好就是好 她说坏就是坏 她转不到弯 她就个直通直 你知道吗 中国人刚刚改革开放 到美国去留学 比如说 我叫戴将军 我一考试出来了 一个美国学生就问我 戴将军 你是在戴先生 你考的怎么样 我明明考的好死了 我肯定不这样说 我说考的一半 考的一半 一改下了啪 一百分 听懂了没有 他查理 查理 你考的怎么样 Rever good 好极了 一改五十分 后来他就受不了 开始告状老师 说这个老师有倾向性 专门倾向华人 他说 刚才米斯特戴 戴先生说了 他考的很一般 怎么可能得一百分呢 他完全不理解 中国人这个鬼心灵 知道吗 他说他自己说只考一般 他怎么考的一百分呢 我自己感觉考的这么好 还是得五十分 原因在哪个地方 中国人 没有几个人说真话 大家感觉到了没有 没有几个人说真话 我等一下再说 不是说你跟外人不说真话 你跟你老婆都不说真话 我死过一次 你知道吧 我先说我的经历 我说你们 你们男同胞不同意 我先说我 我跟我老婆就很少说真话 举个例子 我老婆现在五十岁了 你说个五十岁的女人哪里漂亮呢 她不服气 你知道吧 一件一件的衣服买 反复折腾 一个化妆品 一个化妆品的买 她不管怎么化妆 还是看到五十岁 看到我都急死了 听懂了没有 这个衣服穿的不好看 又去买一件又不好看 原来我没有搞明白 你知道吧 她一买回来就要穿着我看一看 她说你看看 我这个衣服穿的怎么 好不好 我这个人大家一看就知道 我这个人转不到弯 我有的时候有点真诚 你知道吧 我说这个衣服穿的丑死了 第一 你一说她丑死了以后 她心里很不高兴 更要命的时候 她又去搞一件回来 听懂了没有 后来我就发现 她再把衣服一穿 给我看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她说你看我这个衣服 好不好看 我明明丑死了 但我绝对不这样说 我说这个衣服穿的好极了 她也高兴 而且又节约 也不花我们的钱 她这就不买了对吧 由此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一个人 你一有自我意识以后 你很少 只要你知道羞耻以后 你穿上了衣服 不敢裸体的奸人的时候 你在精神上 从来不敢裸体的奸人 我讲清楚了没有 没有哪一个人 在你的父母 在你的老婆 在你老公 在社会上任何一个人面前 你敢把你的真实的自我 弹露出来 我的孩子 上小学以前很真诚 他一上了小学以后 就开始滑头了 社会的原因 我总记得是上小学 刚刚到小学去的时候 因为我是搞教育中 我比较容易观察 大家如果有心情回去 看看我的博客 新浪博客 代价念博客 我专门说了这个是 我的孩子 上小学一年级 刚刚他学校去 那个老师就要发红花 哪个表现得好 他第一次接 我去接他的时候 很多孩子都有红花 就是他那个胸前没有红花 我的儿子叫戴卫 我说戴卫 你怎么没有红花 别人都有 他说实在 我本来也表现得好 但是老师发红花的时候 一发到我就完了 第一次我真的相信了 我这个人笨 你知道了吧 我真的相信了 红花花 发到大头上 就没有红花了 但第一次小孩子 他撒谎 水平不够 第二次他又没有 我说戴卫 你今天又没有红花呢 他说实在 今天发到我的手又没有了 我真的就不相信了 我就跟他老师打电话 我说为什么 他一次都没拿到红花 他说你那个宝贝儿子 从来不把眼睛看他黑板 他从来看他后面去了 我就知道是他的问题 对吧 因为我这个人心自脊炸 肯定回来就一定我打 这里问题就在哪个地方 我等一下再讲 一个人进入了现代社会以后 他要做到一个很真诚的人 进行年述的道德修养 重新的反托归真 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些教育 通过一些教育 那么要修起身 你要先正起心 要正起心就是要单身自己的思想 你要单身思想 就要诚实自己的意念 你要变得很诚实 我们现在有很多误解 觉得诚实的人就是老实人 我和大家讲 诚实的人是一种非常勇敢的人 不勇敢的人是不可能诚实的 所有勇敢的人强者才说真话 弱者就撒谎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我来和大家聊一聊 他说 愈其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无知 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家入国 什么意思 他说你要想教育自己的人民 要把你自己那个单位搞好 你连家都没有搞好 你能够搞好那个单位是不可能的 他说什么叫校呢 校 他说所以是军业 什么意思 我和大家讲 他说校啊 你对你的父母讲校道 你就要把你的父母讲校道这份思想 来去侍候你的上级 那个君呢 即使君王 在我们这里 就是说你要把爱你的父母 尊敬你父母这个态度 来对待你的上级 他说 辞者所以始终业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要把你 如果你当了官 你要把你爱你儿女的这种心思 来爱护你 你领到下的下级 上书康宝说 如宝辞职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爱护你的人民 你就像保护你的小婴儿一样的爱护他 他说心诚求知 睡不重 不愿意 他说只要你有一种诚心 即使达不到这种境界 也隔得不太远了 他说每个人都有人孝 他说他这段话写得很幽默 他说为有学养子而后家护也 他说爱人之心每个人都有 没有哪个姑娘先学为了养孩子 然后再去做别人家老婆的 他讲得很漂亮 他说一家人一国就新人 一家让一家就新让 他说一人贪力 一国就作难 什么意思 我和大家讲 他说你在一家庭里讲仁爱 一个国家就讲仁爱 你当官的你在你这个单位里讲谦让 你那个单位的所有人都谦让 如果你很抱贪力又贪婪又凶残 整个国家你那个单位就要作难 我觉得他讲得特别好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对我们本人 对我自己我也有很多感受 别人说他有很多很好的话 别人说这段话 父运物得运生 心广体盘故君子逼成其异 什么意思 他说一个人的财富 可以彰点你 彰修 彰饰你的房子 一个人的道德 可以提高你的品德 所以君子必须修身 必须诚实 那么我们讲道德修身 主要达到的什么目的 就是要做一个大丈夫 女性 我在这里说一下 这里有很多女同胞 这是我们时代的进步 在我那个学校里 原来我读书的时候 我们班的三十多个人 三十多个人 只有六个女孩子 现在一个班的三十多个人 有二十多个女孩子 中文系是这样 我会告诉大家 现在数学系也是这样 但是有一点 我现在我会肯定的说 男性和女性在智力上 是没有任何两样 甚至有些女性在某些智力上 超过男性 比如说她对语言的模仿能力 女孩子模仿能力特别好 男孩子模仿能力相对的两样弱一点 女孩子的外语总是学得好一些 他们说 可能男性在初向思维 逻辑思维上 六位比女性强一点 但是现在也逐渐地发现 有很多女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我这个弟媳是个上海姑娘 她现在在美国 B系法尼亚大学管理那个叫 她是处理了一个很大型的数据的 搞人工智能的数据处理 我觉得她在读书在搞空间上 一点都不比我弟弟差 他们两个都在一个大学 我觉得她在抽象的逻辑上 非常的强 她那个编程系 然后很多大型的程系 一写就是几千行 一写就是几千行 那逻辑思维能力 当然我的弟弟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但我觉得我的弟弟逻辑思维能力也是很强的 就是女性很优秀 女性很优秀 那种重男轻女是毫无道理 是毫无道理 那么我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们要 要想承担一个大事 你就要养成一种大丈夫的品格 或者大女人的品格 大家都知道 英国有个著名的首相 天娘子 叫什么 撒基尔夫人 撒基尔夫人她是保守党 当时跟工党一个主席进行首相的时候 她把工党主席击败了 好牛啊你知道吧 好牛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在座的女同胞也好 我在这里有大丈夫 也包括指大女人 那么我们要修身打蛋的目的 就做一个大丈夫 那什么是叫大丈夫呢 牟子中间对大丈夫有个很好的陈述 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背得到 牟子说什么是大丈夫 我和大家讲 战国的时候有个叫景春的人 他就问牟子 他说魏国的公孙燕 魏国的张宁 难道不是大丈夫吗 他说这两个家伙 他一发火 之后都害怕恐惧 他一安下来了 天下就平静了 他认为这才是大丈夫 孟子说 他说这些人怎么能说他们是大丈夫呢 他说老兄啊 你学个礼没有 他说丈夫是冠业 父命之 他是一个小男的 他一二十岁行冠礼的时候 他的父亲主持这个行冠礼 他说女儿出家的时候 是他的母亲命之 他的母亲把他要出家的女儿送到门前 送到门口 告诉他女儿说 你嫁到你的婆家以后 一定要比尽比见 你对你的父母一定要尊重 你一定要严格的告诫自己 你不要违背你的丈夫 他说以顺为正者 且父之道也 这点很重要 当然 出去都讨好别人的人 这不算什么大丈夫 这是什么 这是小老婆的道德 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怎么样呢 他讲得太好了 他说 这才是叫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 你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斗行其道 富贵不能赢 平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娶 此之为大丈夫 我在这里说一下 孔子和牧子是两个了不起的圣人 牧子很凶 那真是厉害的人 他有时去见梁国的梁慧王 就是梁国的皇帝 他一出门 人家说梁慧王怎么样 他说那是个狗东西 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狗屁都不如 望子而不是人君 一看他就不像个大皇帝的 他牛不牛 他很强悍 真的是大男人 他什么意思 他说一个大男人 要真正做个大男人 要居天下之广居 人 要离天下之正位 要走得正 要行天下之大道 如果我一辈子得志 我就和人民一起干正事情 我不得志 我一个人修养我的道德品德 他底下几句也讲得好 他说 富贵不能赢 赢就是过分的放纵 我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 一个人要走到富贵不能赢 是太难了 又有权 又有钱 还不赢 还不放纵 很困难 真的是要很高的到达修养 要年底的约束自己 贫贱不能赢 穷了 不能低三下四 不能改变你的志向 威武不能取 再强悍的势力 我不想到低头 这样的人才是大丈夫 这样的人才是大丈夫 我们经常讲修身 第一个讲真诚 第二个讲忠诚 这两者之间有很深的联系 禅宗说 人的一生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 首先是自我欺骗自己 然后就欺骗别人 最后就被别人欺骗 他说的太残忍 他说人的一生就是干了三件事 自欺 欺人 被人欺 反正不诚实